下面一个问题 弟子遇上很多人 认为信佛是老年人 消磨后期生命的活动 对年轻人学佛无法理解 请问也如何破除此等人士的陈界 让他们对学佛有个正确的认识 释迦牟尼佛19岁出家了 不老啊 你再看看中国祖师大德当中 在家居士当中 真正有成就的 有大成就的 都是很年轻的时候开始修的 我自己学佛26岁 那个时候我感觉的是 太迟了 为什么不早十年遇到我 这是人的语言分 我要早十年遇到的时候 我不会接受 不相信 遇不到真正的善知识 他要能把你讲透彻 我们才会服他 你一般的时候 这个对佛法的时候 确实修修不够的 讲不透彻的时候 几个问题就把他拦住了 那还谈什么 所以这个要真正的学书 我26岁真的是认为自己 业障太重 这么晚才遇到 所以也好 拼命努力 格外的精进 所以才有这一点成就 那么近代的 真有大成就的 在家居士里面 像江卫农居士 周志安居士 杨仁山居士 都了不起 真的是一级的大死 出家人里面 第一些老法师 从小出家的 云阴法师 这些过去在香港 洪法的谈虚法师 确确实实 儒跟福 这个造诣都非常高 这些人 有些我们见到 有些我们听到的 距离我们都不愿 他们的智慧 德能 绝不是一般普通人 能够相比的 得到社会 各界人士的尊敬 那我们还不相信 那就没法子了 所以你要冷静地去观察 细心去观察 你才知道 这是一回什么事情 可以 的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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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